《越南女兵被俘前》 为什么呢?当时我军很不理解,有解释说是因为天气太热,他们不堪炎热天气所致。 但是我军三月份曾俘虏过一批越南女兵,要知道三月份越南的天气并不热,相对来说还有点凉,但当时的越南女兵就是一丝不怪。 据一名给解放军当向导和翻译的越南华侨说,越南部队里的女兵很多,正规边防部队边制里,每一个班就有一个侍女的,平时负责帮洗洗衣服,帮做做饭什么的。 对于修工室,花倩豪,建碉堡那时男兵的事,久而久之,大多都成了男兵们的性奴。 越南女兵在排里连里都有,只不过是排长用的叫秦务兵,连长用的叫文夫兵,大多都是从各班里挑选出来比较漂亮一点。 文化,高一点的作为他们的拼复,而一些文化素质较好,又有专业水平,人又漂亮的女兵,则担任电台,有线总机,文档等基要职务的,都是该级领导的发情工具。 总而言之,越南女兵在军中没什么秘密可言,展开全文那么,为什么越南女兵在他们被赴乾隆想脱光衣服呢? 他说,在法国殖民时期,越南妇女为了保命,只能用身体去与法国殖民者进行交换,而法国老呢,也挺讲究,每次办完事后,不仅不会杀人,还会跟越南妇女一点好处。 这个习惯和手段,久而久之,就成了越南妇女在战争中约定俗成的一件事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